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融入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当然这些全部都不是真的 而且也不能全部都套用在有特殊需要的人身上 其实误解对特殊需要人士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很大的 譬如说会让他们跟外面隔离了 然后也会延迟他们可以寻找帮助的时间 这个误解也会增加有那个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 其实有很多原因可以做成误解的产生 那譬如说第一个就是对事情的不了解 有时候误解是非常低调的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不了解 甚至是对自己的行为或是一些态度的一些不了解 也是会让误解变得产生或是变得崎岖下去 以前的一些经历或是社会的影响 也会让误解继续产生下去 可是这一些其实都是以一概传的一些概念 而不是真的 那现在说到重点了 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忙消去这些误解呢 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认清楚事实的真相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多认识一下特殊需要人士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这一些的资料是不是真的 然后是不是所有的资料 也是对所有有特殊人士都可以套用在里面 另外就像我刚才所说 误解和哪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 很多时候都是很低调的 所以我们也要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有多一点的认识 然后也要清楚的知道 其实我们的这些行为 是不是因为有这些刻板的印象而做成的 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们不应该很公开的去谈论 这一些的负面刻板印象 因为这个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可是很多时候这一些也是逃避而已 而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反而可以用一个没有批判性和开放的态度去谈论这些事情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事实的真相 也可以帮助了解多一点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用同理性去对待所有的人 尝试一下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想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社会误解的人 你又会怎么想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记住 每一个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跟我们其他人一样 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优点跟缺点的 我们不要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特殊需要上面 而是应该放多一点在他们的优点下面 记住他们都是独立的人 那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想要再强调一次 其实误解对特殊需要人士来说 也是可以迎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逃避和歧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你或是你身边的人 因为这一些的原因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请不要犹豫尽快去找我们 或是去找其他的专业人士帮忙